15公里的路程 其实是好好让你一个阶梯慢慢上 15公里到半马到全马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赛程给你练习的 我今天的策略都会留前斗后 第一个圈就保守一点 跟着其他对手先 第二个圈就希望可以自己领放出来 尽量加快一点 大概保持着均速是3分25至31公里 今天我应该一开始的时候 会保守一点 大概是4分钟左右起跑 去到一半之后就会尽量加速 希望可以做到我自己的目标 60分至62分左右 大概4分钟1公里 今年参加香港15公里挑战赛的 参赛者是历年新高 当日的气温18度 湿度70度 凉化天气对跑手来说是最舒适的 这么多位长跑手 都为今年最后一项长跑赛事 为自己的目标时间努力 1500名长跑好手出发之后 会分别在五铜河和湘鱼河的 却汉折返 整段路程 跑两次就完成了 第一圈回来 首先领先的是大热纪加文 而紧随其后 就是青年组的黄伟聪 而女子组方面领先的是 马拉松跑手范瑞平 他是属于先进一组 第二位就是读成大的范家瓶 他强项是800和15米 而香港半马纪录保持者 几家文就因为受伤患困扰 今年只参加过四场比赛 他最后以49分53秒完成比赛 是唯一一位在50分钟之内 完成赛事的选手 紧随其后就是青年组的黄伟聪 他跑50分43秒是全场第二名 成织都相当不错 但他冲线的时候表现非常激动 放不住 而女子组方面的赛果就有出人意表 由范家瓶以一小时零17秒完成 范家瓶今天就爆冷赢出这个赛事 我心情如何 当然首先是意外 因为本身自己赛事 之前已经没有预计过 预计自己也有机会PB 越来越发挥得好 也挺顺利 之后就顺着这样 下星期我们会去珠海的马拉松 我就跑半马 目标暂时应该一小时28分钟 东聪仔恭喜你 成为青年组的冠军 刚才看到你冲线的时候很激动 发生了什么事 刚才冲线的时候有点失怡态 因为我差两秒就破到香港青年纪录 开始跑的时候就想会否接近到纪录 最后跑跑到发竟接近到 加速 但最后意识破纪录的时刻太迟了 最后回到终点 看到41秒就冲了线 但最后只差两秒 觉得很不值得 因为今年是最后一年青年纪录 退了成人纪录 就没有破千年纪录 几家民在年尾都拿回全场总冠军 为他下年取得佳職 打下一支强心针 有点安全的 这麽 扶宅 我没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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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啦 我没想过 感谢观看